打飛機的戰棋類遊戲有什麼特別之處呢? 今天要跟各位玩家們介紹的 S-Petro和Ziffy Sky就很特別 玩家們可以選擇二戰時期的日本海軍、陸軍 或是美國的海軍、陸軍等等四種部隊進行遊戲 而遊戲的3D效果也是出乎意料的好喔 各位戰爭迷還有戰棋類遊戲愛好者 可千萬別錯過啊! 作為Ceed Mears S-Petro的續作 S-Petro Pacific Sky加入了很多二戰時期的著名戰役 同時去掉了內構改成直接收費的模式 遊戲中有超過180個二戰中的模擬任務關卡 像是珍珠港、瓜達康納爾島、中途島等等著名戰役都會出現 因為地圖較大玩起來自由度也是很高的 玩家可以自由選擇進攻路線 每完成一個關卡 飛行員還能得到一些飛機的技能獎勵 像是空翻、迴轉等等非常有趣 在遊玩的過程中可以利用手指做出放大縮小視野 以及調整可視角度等動作 搭配良好的3D效果 不管是飛機的細節或是整個場景地圖的空間感 都呈現得非常棒 跟良好的畫面比起來 在音樂的表現上就略顯不足了 除了一開始見面的音樂外 其他只剩下一些配音跟飛機引擎聲略顯單調 不過相比其他空戰類戰器遊戲 還算在水準之上 期待此類遊戲的玩家可以參考一下囉